学会这个立马破解暧昧 你跟他出去玩的时候 你就给他买那种大杯的饮料 一般的女生都会喝不完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拿过他的饮料 自然的用他喝过的吸管喝一口 重点来了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 真甜 然后女生心里就会想 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让他的少女心瞬间冒号 老弟不要怂 Hello大家好 我是蜀 只讲全网最真实的恋爱干货 让你少走感情环路 很多大兄弟啊 在和女生交往过程当中 总是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 所以之前的一个学员就是如此 他说他也不是一开始 就处于被动状态 甚至啊 刚在一起的时候 女生还非常听他的话 可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他开始感觉 自己在这段感情中 越来越没有底位 其实男女关系就是如此 在两人熟悉的过程中 总会有其中一人 慢慢开始拥有 越来越多的主权 而另一个则逐渐变得被动 除了在这里啊 就要提到角色扮演的问题 意思就是 两个人在基础相处的时候 都在选择自己的角色 并且扮演好这个角色 没有主权的人时时刻刻 都紧张万分 害怕拒绝和失败 他对你有一点点的否定 都会觉得 天仿佛塌下来的一般 其实啊 要想掌握主权并不难 只要你扮演好拥有主权的角色 努力的把对方挤下去 你就成功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掌握主动权 成为两个人关系的优势方呢 第一个 激发占有欲 占有欲其实就是 对一样事物的需求感 而我们增强需求感的方式 就是增强对方对你的依赖 在这种依赖虚失的时候啊 这种需求感 就会让对方感到压抑 而当他渴望那样的事物的时候 就会立马想到你 甚至联络你 这也表明了 我们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啊 要学会欲情不纵 对他若即若离 让他觉得 他不是你的唯一选择 才能激起他的占有欲 从而使两个人感情更加平和 这是经验之谈啊 爱一个人啊 不要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感情很容易出问题 爱一个人不能太热情 不要让他觉得 你没有他不行 不要让他觉得你很在乎 你越是追得紧 他越觉得 你非他不可 所以适当的拉开距离 去看清自己的心 来理清对方值不值得珍惜 值不值得爱 第二个 引导投入 从经济学上来说 付出越多的一方 越是会害怕失去 因为担心成本收不回来 从心理学上来说呢 付出越多的一方 越是会在意 因为自我合理化 才能取得心理平衡 如果某一方的付出 长期远朝另一方 那你们的主次地位 就很容易形成 女生对你的投资的越少 她渴望得到的回报也很少 但你提供的东西 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需求 所以 她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 没有必要增加给你的投资了 因为我投资的正常 你就能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很多男生在一点上 就丧失了主动权 其实啊 说白了 想要追到女生 那势必得引导 她对你进行正确投资 女人对男人进行了过多的投资 所以不想失去 不甘心失去 同理 男人忘不掉一个女人也是一样的 对女人进行各种投资 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所以心里很难抽身 那么想让女人离不开你 就要引导她对你的投入 第三 提升男性魅力 在恋爱中 两个人的付出是双向的 如果想要对方付出 你自身也需要有一定的魅力 其实增强自身的条件 不外乎就是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女生一般都会喜欢比自己强的男生 对另一半有着崇拜感 说到男人魅力的提升 其实不仅仅只是专注于外在的衣着装扮 跟强奸的体魄 更多的则是注重于优雅的举止 跟沦为风趣的谈吐 优雅的举止也是男人提升魅力的一个重要方式 主要表现在男人对他人的乐乐尔雅 兵力有礼和尊重谦让 而风趣幽默的谈吐 往往是一个人在通过社会阅历 丰富的知识积累 以及长时间的自我锤炼 而蜕变出来的社交技能 良好的修养虽然不会让人瞬间喜欢你 但却能在无形之中逐渐位移加分 让人慢慢的钦佩和欣赏你 除了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关于掌握主动权的事 但掌握主动权并不是要去控制对方 而是起着一个引导的作用 这个是需要技巧的 需要真心去呵护对方 也要懂得反思自己的错误 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才能够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及时解决 从而引导你的感情 朝着你理想的方向向前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就添加我的微信号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 我来帮助你